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简单地聊一聊信仰、信德这个话题 一般说来,当人们说到信仰的时候 比较容易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体、一个出发点 比方说,我有基督徒的信仰 他有佛教的信仰 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 或者我相信某种思想、某种理论、某一个体系 某一种价值观、某一种世界观 总之意思是,我发现、我了解、我相信 我是出发点 可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发现圣经里面所示的信仰 跟我们所理解的有相当大的不同 当你打开旧约圣经 你会问以色列人,信仰到底指什么 他们跟我们的回答一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一定会说 我们的信仰来自于在历史当中 我们深深的惊艳到了 有一个神、有一个天主 他主动向我们招手 他主动向我们讲话 他主动把自己的面貌启示给我们 他说他是神 他说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愿意保护我们 他愿意时常的解救我们与患难之中 而且他真的如此做了 他不仅说他也如此做了 我们深深的惊艳到了 我们惊艳到什么呢 惊艳到这个神 他是忠实的 他是忠诚的 他是忠信的 说白了就是他是靠得住的 于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于是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相信他 我们就信仰他 我们就信赖他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回答 这是他们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看 为以色列人来说 在旧约里边 并不是他们发明了 某一种理论体系 一种信仰的 信仰的这种系统 不是这样子的 是他们经验到了 有一个天主 是忠信的 是可靠的 于是他们就 以他为靠山 于是他们就 依靠他 就依赖他 所以怪不得 在旧约里边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 信仰这个词的自根 翻译过来 就是意思是 坚固的 是能够支撑的 是屹立不摇的 是非常的安稳的 是很安全的 是值得靠上去的 这个是在旧约里边的 这个信仰的 他的含义 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 包括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不是任何人发明了新约的 包括耶稣所宣讲的福音 这一套理论 不是的 是如果你打开新约 你问新约里边的这些门徒 新约里边的这些人物 信仰是什么含义 他们的回答 跟旧约里边是差不多的 他们也一定会说 因为我们与耶稣相遇了 或者我们与耶稣的追随者们相遇了 我们在耶稣身上发现 发现什么呢 发现那一个 那一个 这个以色列的天主 那一位天主 一直在借着耶稣讲话 一直在这 在借着耶稣行动 一直依然是对我们忠信的 是对我们忠诚的 是对我们忠实的 就是他一直在 一直在实现着 一直在持守着 那个古老的谋约 他没有忘掉我们 他一直在跟我们在一起 他一直在陪伴和护佑我们 所以我们就相信了 在耶稣身上所表达的 于是我们就相信了 耶稣身上的天主 于是我们就更加相信了 耶稣就是天主的临在 你如果简单的问他们 这个新约的信仰 他们跟旧约是一脉相长的 也是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整部圣经 从旧约一直走到新约 信仰 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信仰指的是天主 天主是忠实的 天主是信实的 天主是可靠的 天主是一个稳固的保障 是一个坚固的地基 我们好像一个人 一个人在洪水之中 然后他抓住了一块大的石头 那个湖中洪水 是多么的汹涌澎湃 只要他在那块石头上 他就可以屹立不摇 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在圣经里边 那所以呢 信仰的创始者 他的来源 他的根基是哪里呢 是天主 而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发现了什么 是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 然后我们怎么回答天主呢 既然天主显示自己是可靠的 是信实的 是忠诚的 那我们对天主的回应是什么呢 当然最好的也是相信他 也是信靠他 所以在圣经里边看 信仰的来源 信仰的主动者是天主 天主把自己显示给我们 表现自己是靠得住的 是信得过的 然后我们于是就把我们的整个生命 传我们自己就长了给他 然后我们就依靠他 然后我们就彻底地把我们自己交给他 大胆地信赖他 所以信仰在圣经里边是什么呢 是一份礼物 礼物的意思就是是别人给的 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 然后呢 因为信仰是一份礼物 我们要接受啊 我们怎么接受呢 我们就是以信的 所以信仰也是一份什么 也是一份回答 从天主那里来说呢 是他给我们的礼物 从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说呢 是我们向天主的回答 所以天主启示我们 我们回应天主的邀请 这就构成了信仰 那之所以在圣经里边呢 我们常常听到不同的翻译啊 信相信 信仰信念信心信赖信德 甚至是信实信靠 总之就跟信 在信的技术上啊 就翻译出了很多的词 那这些词呢 都各有千秋 我们在圣经里边 在我们天主教的圣经里边 翻译的话 比较喜欢用什么 用信德啊 这个人信德争大 或者是用相信啊 新教的圣经 比较喜欢翻译信心啊 或者信啊 那其实这些词 都是各有千秋的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啊 不懂原文 那么我们就不妨多咀嚼一下 看在上下文里边 把哪个词 放在那个地方啊 是更合理的啊 是信仰 是信念 还是信心 或者是信赖 还是信德 它们各有不同的指向 比方说 如果我们强调 整个人的选择的话 就整个人的一个抉择 在天主跟前的时候 我们比较习惯用信仰 如果我们强调 一个人的意念啊 一个人的意识 我们比较喜欢用信念 如果我们强调 一个人的主观的情感 比较喜欢用信心 如果我们强调 这个人对于天主的 交托 希望 期待 我们比较喜欢用信赖 那如果我们强调 这是一种 习惯性的 一种倾向 或者一种 向天主的一种能力 我们比较习惯用信德 是同样的自根 但是翻译成中文 它有各自不同的强调 但无论怎么样 我们仍然要记住 仍然要记住 信仰 首先是一个礼物 从天主而来的礼物 然后也是我们 对天主的回答 刚才有一个图像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在洪水当中 有一块 屹立不动的这个大石头 我们在上面的人 就可以屹立不摇 无论这个外面的这个波涛 如何的汹涌 那另外一个图像 你也可以想一下 一个小孩子 倚靠在自己父亲的肩膀上 或者是 这个躺在母亲的怀中 他那么的安详 他那么的 就是 完全的放松 完全不需要害怕什么 没有恐惧 你把这个图像 你把这个图像也记下来 这两个图像 第一个图像 在洪水中的这个大石头 可以指的是 天主是可以倚靠的那一位 是坚固的那一位 是绝对不会变心的那一位 那第二个 可以表达为 我们就是一个小孩子 在父亲的肩上 和母亲的怀中 可以表达为 正因为天主是那样子的坚固 靠得住 所以我们变像小孩子那样子 完全的信任他 完全的信赖他 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开放 交托给他 各位 这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当然在圣经里面 信仰是最核心的议题 所以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够说得清的 但是最主要的 我们要记住他的 主要的圣经脉络 圣经脉络就是 天主是跨出第一步者 我们是回答天主的邀请者 所以信仰 在整个这个圣经的脉络里边 在整个旧约子民的历史当中 他们深深的惊艳到 这一位天主是忠实的 持守自己盟约的 绝对不会忘掉 他是我们的天主 绝对不会忘掉 我们是他的子民 然后在信任里边 在耶稣上 我们更加发现 这一位天主 时时刻刻 一直在 医治着我们的创伤 一直在 承受着我们的这个脆弱 然后到耶稣身上 我们发现这一位天主 竟然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是可以看到他 听到他 摸到他的 这位天主更加是触手可及的 更加是靠得住的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向他投身 向他投靠他 在我们的信经 我们教会的信经 古老的信经 信经一开始说 我信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一个词是什么呢 我信念完了是什么 是阿门 我信 这个信这个词 跟阿门这个词 两个词 是一个自根 意思都是 我刚才所说的 是坚固的 是支撑的 是靠得住的 所以当我们在 在这个 说信经的时候 我说我信什么的时候 意思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 完全把我们自己 交给天主 完全是表达我们的 整个的人生态度 我们整个的人生态度 就是我们相信天主 而且我们这种相信 不是脑子里边的相信 是整个人的投身 那我们为什么相信天主呢 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经验到 虽然我自己没有经过旧约 虽然我自己也不在耶稣的时代 但是别的人 把他们的经验 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 所以我相信别人的见证 这个所谓的别人 就是指的教会 以教会为代表的 那我相信这一代一代的 见证是真实的 于是我把我自己 好像我要冒险 好像我要跳进去一样 我完全相信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愿意冒险呢 虽然天主看不见摸不着 为什么我愿意 跳到这个深渊里边去呢 因为我相信天主 是靠得住的 而且天主自己启示 自己也是完全可信赖 完全可交托的 不像我们世间的人 不像你的房子 不像你有某种权利 或者你的身体很健康 这些东西靠不住 这些东西只能够一天两天 靠一下而已 但是最终是靠不住的 你不可能完全依靠这些东西的 那我们依靠 我们人生的根基 就是天主 那因为天主是信实的 因此当我们想起在圣经里边 耶稣常常称赞某些人 或者在旧约里边 天主就以 亚巴郎的 相信天主 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就是亚巴郎被天主称赞为 是真正有信德的人 有信心的人 那新约里边 耶稣也常常称赞一些 跟他相遇的人 比方被他治好的很多人 耶稣都说 哇你的信德真大 哇你的你的这个信心 真了不起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人 这个表明什么呢 这是表明当事人 他们在耶稣身上发现了 耶稣是靠得住的 耶稣是 就是可信赖的 而且耶稣也是善的 他们相信他们的这种 比方说有病或者怎么样 或者覆魔了 他们相信 耶稣一定能 并且愿意治好他们 于是他们向耶稣完全开放 开放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自己像那个小孩子 靠在父亲的肩膀和母亲的怀中一样 或者像这个在洪水当中的人 靠在这个完全屹立在这个石头之上的 那种信心 那种信靠 那种信念 好各位 所以愿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信赖的是谁 从而能够坚实的站在这个世界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